為了現在要力促地質法要過關 國民黨在昨天召開了修法會議 最新版本設置裡有排黑還有連任條款 那麼另外一方面原本這個區諮詢委員 可以月領四萬五也引發批評 現在恢復為行政院的版本了 也就是指領交通費跟出席費 後面這走到樓梯口的時候 都是抱著期待的有害怕的心情 期待沒有人在 跑樓梯跑得氣喘 轉鬚鬚 金普聰實在沒時間多說兩句 因為府院兩位秘書長 立委還有內政部長 等著他開會 下完會再跟各位報告 謝謝 謝謝 為了新版地質法加速過關 在馬主席要求下 金普聰第二次主持地質法修法會議 一群人激烈的喬了兩個多小時 終於有了結果 不過原本會放炮的立委們 通通封口了 秘書長要帶你們去開警察會 走 來來來 疫情收電視效 來 我們一起收電視效 好不好 疫情收電視效 好不好 疫情收電視效 議員長你這樣大結招耶 不是 我講好 我立刻開講 而且一開始宣布最重要的好不好 金普聰有備而來 一個一個把媒體 請到樓下聽記者會 請到樓下聽記者會 希望統一口徑 公布國民黨地質法修法的 最新版本 凡是有這個被起訴判刑的鄉政市長 不得轉任任滿兩屆也不得轉任 恢復到行政院的版本 就是只支交通費跟出席費 第一次法修法 藍軍退辦部還找來內政部長背書 綠軍買不買帳不知道 不過將一化並非國民黨員 又是地制法的主管機關 卻在國民黨中央陪金普 充開記者會 黨政分際的拿捏 恐怕引來爭議 中文新聞 楊世紀 李雨喬 台北報導